说起电影工业 美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然而就在这个年均产出700部电影的国度 还从未真正有一个好莱坞制作 讲述华人故事的影片 登陆北美院线的大音频 不过就在今年5月 这个魔咒被冲破了 一部名为Site的电影 点亮了北美各大院线 众多海外华人踏入影院 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华人电影热 说起Site这部电影 可以说有非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并且故事的主人公 现在依旧是奋斗在美国医学界一线 任劳任怨就死负伤的眼科专家 王明旭教授 这部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奋斗史 为荧幕前的观众 讲述了一段充满立志与艰辛 且感人至深的成长救赎之路 2007年 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一个眼科医学中心 一场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宣布 首例激光人工眼角膜移植手术取得成功 帮助一位曾被多位美国眼科专家 宣布终身盲事的患者 在13年后重见光明 站在摄影机前接受采访的医生 便是电影的主人公 也是故事的原型 王明旭 此刻的他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医者 拥有自己的眼科诊所 以及优秀的治疗团队 是美国眼科方面名列前茅的专家教授 正是这样的名气 一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盲人小姑娘 找到了王医生 希望可以得到她的救助 殊不知 这将是王明旭从医生涯中遇到的最为棘手 同时 对其有着深远影响的一位患者 这位名叫卡加尔的小姑娘出生在印度的贫民窟 小时候被继母迫害 将硫酸倒入她的双眼 使其成为盲人 从而可以在上街乞讨的时候 获得更多人的同情 正是这样惨无人道的举措 让她彻底失明 并且视网膜受到损伤完全脱落 不幸中的万幸 她被宗教团体救助 带着她四处问诊 找到了王明旭医生 不过纵使是刚刚完成手力激光人工眼鸟膜医师手术 创造医学奇迹的王医生 面对这样的病症也显得手足无措 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说起王医生对医学的执着 可能还要从他儿时的成长环境来说起 电影中也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述这段过往 出生在浙江杭州的王明旭 家中自打爷爷那边起 都是医生 妈妈也在医学院任职 所以小明旭儿时的玩具 都是一些常见的医学道具 这就给他带来了耳濡目染式的熏陶 当然 由于当时中国的某多时代背景 王明旭的童年过得非常的坎坷 他的家庭经历了饥饿 也经历了打压 甚至他童年时期的青梅竹马 也因此人间蒸发 不过 这些都没有达到性格坚韧的王明旭 他以全国前三名的成绩 在恢复刚好后 顺利进入了中国的著名大学 后来又申请到公派留学的机会 踏进了美利坚的土地 开始了自己的美国梦 在美期间 他依旧勤学苦练 在马里兰大学取得激光物理学博士 后又以最优秀的成绩 进入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医学项目深造 取得了另一个医学博士学位 开启了自己的从医路 我们再说回电影的主线 王明旭医生分析了印度小姑娘 卡加尔的病情后 决定先为她进行一次手术 看看是否能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 重建光明 但没想到 手术进行到一半就发现 卡加尔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许多 手术被迫停止 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 王明旭也陷入了更大的压力之中 然而医学终究是一门科学 压力本身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但却可以促使王明旭医生 开始更加努力的进行试验研究 找出帮助卡加尔的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后 王明旭医生首创了让眼角膜 浸泡在羊膜之中 从而延长恢复时间 防止结巴 从而能够让视力功能恢复正常 用这个方法来为卡加尔进行治疗 很快 卡加尔的第二场手术到来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然而 在揭开纱布的那一刻 卡加尔的视力 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 王明旭医生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 当然 这并不代表着 王医生的治疗方案是失败的 因为不久后 他用同样的技术 治疗好了另外一位 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一时间震惊了 眼科学界 乃至整个医学界 在这之后 王明旭医生创办了基金会 致力于让世界各地的患者 重建光明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 卡加尔的视力 最终没有得到恢复 但他依旧乐观面对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神迹 与精彩人生 同时 王明旭医生 也无时无刻 不被他的患者 鼓舞着 一直持续着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帮助成千上万人 重建光明 直到现在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是否想流畅高清的观看 Sight这部电影呢 大家只需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订阅注册 Android Studios会员 即可在线收看 包括Sight在内的 百余部 高品质 影视作品 同时 在促销码处输入 iTalk BB 直接拿到八折优惠 具体操作方式 无下 首先扫描二维码 进入Android Studios官网主页 选择加入Android Guild会员 根据个人需求 选择会员等级 点击加入 输入电子邮箱及密码 完成注册 进入付款页面 在付款页面左侧 选择添加促销码 输入iTalk BB 点击应用 即可享受 八折独家优惠 在页面右侧 输入付款信息 完成注册 即可享受 全中文字幕配音 完整版Site 以及全站海量影视资源 好了 节目最后 预祝大家观影愉快